2021年11月11日 高振动的门户开放 以协助此时地球上意识的进化 以具象的方式跨过门户 让你们进入你们最近化的自我 与一切万有合一 我们将提供建议和形态 以便你们的想象力 可以帮助你们创造一个美丽的场景 以增强这种充满光明的仪式 你们已经被编码在这个觉醒时刻 这是意识进化的又一步 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支持 大天使们就站在门口拥抱你们 同时为你们提供力量和勇气 让你们踏入新觉醒的生活 随助数字时钟的广泛使用 11月11日的图像变得更加熟悉 符号背后的表现显为人知 11是长期以来一直是为地球上的人们提供帮助的天使领域的数字 当很多数字11合在一起 11月11日就成为象征天堂降临地球的门户 就像一座大山的山峰一样 从天到地 11月11日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作为通向更高意识的门户的可用性 这是光知天使可以接受你们提供的祈祷和良好意图来协助他们在地球上显化的时刻 每当11点11分出现时 它就像是每天提醒你们花一分钟将梦想牢记在心 承认来自天使领域的支持 并有勇气确认你们愿意进入新的维度爱 在过去的25年中积聚了动力 与你们的天使自我结合的新水平是可用的 它提供了一个从旧模式中提升解放的奇妙时刻 超越11月11日门户的新机会是对你们的选择和可能性的更大认识和更深层次的真相 许多人的选择将选择救的方式 然而那些被恩典时代所吸引的人可以利用大天使赋予的巨大力量翱翔的机会 这是一个有意识意图的仪式与神圣之光相协调 它将加速你们内在和地球上意识的进化 渗透和扰动 这是一个渗透和扰动的时代 对现实的新认知渗透到你们内在的能量中心 当这些新的感知以刺激你们改变的方式击中你们身体想象系统中的编码时 就会发生扰动 就像毛毛虫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一样 宇宙会不择手段地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并鼓励你们实现你们灵魂的命运 扰动在其各种掩饰中令人不舒服 让你们感到非常烦躁 但要知道 所有这些催化剂都是由你们的灵魂设计的 目的是将你们带入一个新的进化水平 因为天使维度的支持是如此可用 这个门户为你们提供了一个优雅的过渡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帮助地球进化的同时更清楚地看到你们选择在地球上创造的世界 11月11日通往第五维度时代转变的门户 允许神圣之爱和谐地流入你们的存在 这会影响大脑孽叶中的杏仁河 从而使飞行或战斗中心平静下来 并使其恢复原始神圣蓝图的维度 多年来这个恐惧中心被这个时代的压力信仰和电子产品过度刺激了 许多所谓的信息旨在增加恐惧能量流向这个大脑中心 导致它的大小增加 由此产生的失衡激增 例如恐慌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更严重的精神疾病 显然已经变得猖獗 神圣之爱在每个人身上的流动可以创造感知的扩展 庞扶面纱已经分开 新的清晰曙光出现 这种清晰度的增加会激发你们内心的解放感和精神表达的自由 为地球从这一刻获得积极利益的祈祷将大有弊益 从11月11日门户释放压力类似于赛马的开始 当马匹被关在门内时随着大门被推开 原始力量涌现 本能接管了一切 这种力量的原始性需要仔细的训练和指导 以便它朝着能够实现目标和收获回报的方向前进 你们的祈祷有助于这个过程 我们所说的这个时候的回报是一颗在你们的存在中寻求合一 和平与和谐的新的宇宙愿望 访问这些崇高状态存在于门户之外 大天使们站在那里 将光之力量作为大门的柱子 你们可以宣称这种神圣之爱的力量在你们自己的生活中使用 11月11日父权的意图 这个11月11日门户赋能的更大意图一直是让神圣能量落地 这是通过你们注定要发生的 当我们与每个人内在的源头结合时 体现神圣是我们的使命 行星进化将占上风 随住数百万觉醒的人们通过门户访问神圣之光 它变得更加优雅 统一意识是遍及全人类心灵的结果力量 永远不要怀疑自发进化的奇迹是这个星球上第五维度转变的创造性可能性 这个时候球神机很合适 DNAD缠绕螺旋是这种门户体验的强烈形象 当双螺旋的骨线交织在精微体中时 它们将顶部能量翘中的上脉轮连接到宇宙存在 向下螺旋它们通过身体核心将顶轮连接到基础脉轮 它们从地球下方的脊椎底部继续延伸 并连接到地球下方的能量翘 照亮精微体的12个脉轮 DNA链的双螺旋图像是觉醒意识雕文的预言 上行下效 这个词代表了已成为神圣的地球上的巨身神性 当昆达里尼灵性能量蜿蜒穿过身体的能量中心时 它也与昆达里尼灵性能量的流动有着深刻的联系 这种微妙的连接涉及你们的基础脉轮下方的两个中心 和你们头顶上方的三个中心 用于12个精微能量脉轮 这些脉轮将在12月12日完成 当你们使用这个图像时 你们将你们最神圣的灵性自我与你们的人类自我联系起来 通过你们存在的核心与地球相连 与自我联合 11月11日门户打开了通往自我内部联合的道路 你们可以使用双螺旋的图像 来提醒你们从天堂到地球的对齐方式 大天使随时准备欢迎你们进入崇高意识的新创造力 重新训练和引导困扰你们的日子的可怕想法 只是一个祈祷 每一次祈祷都会提高你们的能量频率 并且可能会为地球上的自发进化释放临界质量 想象你们的祈祷是一个转折点 是适合合一之门的钥匙 为你们自己的个人11月11日仪式祈祷 神圣的存在 一切万有 以及光之大天使 当我准备被引导通过这个11月11日时间门户时 我请求神圣之爱之光 清除我能量场中的任何不和谐 我心甘情愿地放下就信念的负担 这样我就可以站得高 自由地通过通往统一意识的大门 在我净化的能量长的广阔空间中 我要求它充满神圣之爱 和谐与和平的力量 我请求获得力量和勇气来体现这些神圣之光的领域 并将爱和平和疗愈地存在扎根于地球 以协助它的净化 当我们被引导通过11月11日门户时 我加入了天使维度和数百万在上帝之光中工作的人 我知道当一个人被高举时 所有的人都被提升了 我允许崇高的光能的新模式参与我的人类结构 已完成合一 我与神圣的结合 我在充满光的门户中跳舞 感受你们的引导 知道我生命中心的可能性的爱意识 将在每时每刻每一次心跳中提供 我在你们的光中醒来 怀住无比的感激拥抱 现在提供给我的神圣礼物 你们给了我通往更伟大生命的神圣连接 我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一点 我很荣幸能将这道光锚定在地球上 因为大自然的存在等待住我的觉察 当我踏入这个通往第五维度意识的大门时 用爱拥抱我并引导我 这样我就可以使用你们的神圣之爱 通过我的存在带来更伟大的生命 和平和喜悦 并成为地球的祝福 为此以及你们的所有祝福 我要说声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阿们 在这个门户之外可用的第五维度意识的新水平 可以影响你们存在的所有方面 你们被提供了一条支持和解放的道路 通过这些崇高的门户进入新的领域 让你们的灵魂在地球上成长 11月11日门户是时间的至高时刻 但在这一刻导致你们内在进化的神圣之光是来自于所有生命和谐的永恒现实的礼物 就是这样 在这一刻 我们下一次决定室